讲,与激情,满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,对祖国有中的热爱与赤诚。 七十年代的中国经历着文化大革命,经历着领袖的逝世,经历着战争的残酷。 众多流风一样干预风险,勇于牺牲,不求回报的普通军人,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 如今,我们迎来了白鸽飞翔的和平年代。 当看到各地群中在公敬日自发为老兵扫墓的身影,当看到一位为抗战老兵抗制战争胜利及十周年热兵仪式上庄眼,抬起的手臂。 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卫京大会堂,为老兵及老兵遗述代表颁发的纪念宣章。 我想说,人民没有忘记那些在战火中流血牺牲,为了守护家园默默奉献的军人们,国家也没有忘记这些为祖国帮我拼搏。 在战争中,顽强勇敢的军人们,时代变迁,欢欢已逝,而这些军人们的红色青春,他们为祖国牺牲奉献的剪影将凝刻在我们的心中,传承他们的精神,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